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小汽车观点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汽 今天呢我来到中华冰市的内湖 我们今天来试驾一台最新的GLA的小改款的车型 那这台车呢 GLA我想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 因为呢在台湾销售已经好多年的时间了 那总共已经横跨了两个不同世代的车型了 那第一代的GLA呢 原厂是在2013年8月的时候所发表的 那台湾的分公司呢 是在2014年6月的时候正式导入 那在2017年5月的时候呢 当时台湾开始贩售小改款的第一代车型 第一代车型呢 它的原厂代号是H156 那在2019年年底12月11号的时候呢 宾市原厂发表了第二代的GLA的车型 第二代车型原厂代号是H247 那同步也发表了Mercedes AMG的GLA 35的车型 那AMG的GLA 454MATIC呢 是在2020年2月26号的时候所发表的 那台湾导入的第二代的GLA呢 是2020年的6月17号的时候所正式导入 那在2023年3月26号的时候呢 第二代的小改款GLA在国外市场所发表 那现在呢即将又在台湾正式的上市 那GLA呢作为MFA平台底下的一款SUV的话 那因为SUV市场又非常热喔 所以呢应该也算是非常热门的 宾市的小车系列之一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喔 它到底改款改在哪一些地方 这一次小改款的GLA呢 这个H247的车型喔 它其实是小改款喔 所以更动的幅度呢 不会像大改款这么样的大 那基本上 几个比较新的地方呢 包含了 第一个 全新的保险杆的造型 这是不一样的 那在GLA200部分呢 它是标配AMG Line的外观 所以和GLA180呢 是不太一样的喔 GLA180呢 这一次标配的是 Progressive的套件 那如果是GLA200的话 就会标配AMG Line的套件 那当然 还有GLA35 那它是AMG的车系 就会和这两台车的外形上呢 是截然不同的 那在头灯尾灯 也都是新的设计 头灯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全部都是LED光源 而且 从180开始呢 都有标配自动远光灯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费选择 多光束的智慧型头灯 那多光束的智慧型头灯的话呢 里面的构造就会比较不一样 那另外呢 在轮圈部分也可以从 18寸到20寸 由消费者来自己做选择 那在车内的部分 车内部分 MBUX升级到了2.0的版本 那2.0的版本 除了支援无线的Apple Cabre 以及Android Yoto之外呢 也会有AR的实际导航的指示 那但是版本里面呢 也会有Mercedes Me Store 就是你有一些线上购物的功能 包含呢 它还有一些OTA的功能 这个都是2.0的版本 不一样的地方 这一次在车内 它也增加了两个不一样的选配 分别是 红黑双色白色缝线的 代码265的跑车型座椅 以及棕色白色缝线的 座椅的选择 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在这一次小改之后呢 他们的ADAS 会变成标配的形式 那方向盘的话 也会变成是电容感应的方向盘 那至于动力上 这些小改之后呢 它会导入像GLA 180跟200呢 都会导入48V的清油电系统 马力的话呢 会增加额外14B的最大马力 那这是新在哪里的部分 好有关车型编程方面呢 这支GLA小改 还是一样有三个不一样的车型编程 入门是180 今天试驾的是GLA 200 那当然也有性能款 GLA AMG35 4Matic 那它的报价的话呢 我们打在上面 让大家参考 203万到293万 相对于之前的话呢 会有一些些涨幅 在台湾市场的话 当然最主要竞争对手 像是BMW的X1 那X1它是大改款的车子 那它也提供了 两个不一样的型号的选项 那当然Q3还有XT40的话 或许也可以拿进来一并来做比较 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外观 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是GLA 200的车型 那200的话呢 它会要配AMG Line的套件 所以我们看到呢 车头保险杆的地方呢 和小改钱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整个这个曲线的地方呢 会变得跟现在家族会比较一致的风格 那当然头灯也是全新的设计 那这台车的话 是没有选配多光束的头灯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LED头灯的造型 那和小改之前呢 最大的不同在于日行灯 小改之前的话 是上下两道的日行灯 那小改之后呢 变成是上面一道的日行灯 这些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标配AMG Line的车型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有点状的水箱护照 这一点也比较奇怪 因为现在AMG Line呢 大部分都改成新芒的 这个水箱护照 那GLA的话呢 它的AMG Line还是维持 点状的水箱护照 那这一点是比较没有变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车身的侧面 侧面的话呢 它的AMG Line的话 会有同色的轮弧 那当然保险杆的下摆跟侧裙 还是一样维持的是 塑料原色的防刮饰板的设定 但是轮弧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是GLA 180的 Progressive的套件的话 轮弧呢 就会是塑料原色的 防刮饰板的设定 那在车身的板件上面的话 GLA小改这一次呢 没有太多的更动 所以像引擎盖 叶子板啊 车门等等啊 都是一样的设计 那车身侧面的话 当然就变动比较不大 那变动比较大的呢 会是铝圈的部分 铝圈的部分呢 可以从18寸到20寸 有很多种形式 可以让你自由做选择 那当然像我们今天 试驾的GLA 200的话呢 它就会标配AMG的铝圈 那标准的尺寸呢 是19寸的尺寸 那侧面我们来看喔 侧面一样有镀铬的窗框 然后镀铬的行李架 这些和以往啊 都是比较类似的设定 好 现在看到车尾的设计 车尾设计变动呢 比较不是那么大 最大的变动呢 在于它的尾灯 尾灯当然本来就是LED的尾灯 但是这次小改之后呢 它尾灯亮起来的LED光带呢 和现在的GLC 和GLA 1是比较一致的 是块状的风格 和以往呢 是圈圈的风格呢 这就不太一样了 那当然这个车有标配电动尾门 体感这些是有的 打开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新箱空间没有变化 它还是维持424的导放的方式 那整个容积的话呢 标准的容积是435公升 那最大的容积的话呢 是1420公升 所以以一部小型SUV来说的话 空间和其他竞争对手比 不是最大 但是应该是还算够用 但里面的质感做的是不错的 包含直毛啦 空间的规划等等 都是相当的方正 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小改款的 GLA200的内装 那内装的话我想改变的地方呢 和原来其实不太多 但是呢改变都是重点的地方 那像我们进入车内的话 双10.25寸的这个荧幕的话 现在解析度呢是非常高的荧幕 那在车载系统方面 车载系统现在变成是MBUX 2.0了 那这个系统呢和之前小改之前呢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 像它有无线的Apple CarPlay 无线的Android Auto 这一些都是新增的 那随着新增的这一些呢 它的Apple CarPlay 在投影的时候也变成是满版的 所以看起来也会比较舒服 比较实用一点 那再来就是这套MBUX呢 它内建的导航 它也有AR的指引的功能 那当然它里面也有 Mercedes Me Store的功能 所以有些东西你可以在上面去购买 那有一些价钱 搞不好跟你行车选的时候不太一样 那其实賓士有一个特色 就是无论大车小车 它用的系统呢 其实都非常的类似 以这个MBUX来说的话 其实除了荧幕的尺寸 和荧幕设置的方式 有一些是直立的 有一些是横的之外呢 其实内容几乎都差不多的 所以不会因为你买入门车 而这一些东西会变得比较少 或者比较差 这个是宾士的特色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哪一些改变的地方呢 方向盘 现在都是电容式的方向盘 就是俗称的蜻蜓方向盘 那像GA200的话 它是标配AMG-Lin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有平底的方向盘 那如果是180的话 就是圆形的方向盘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AMG-Line的这个平底的方向盘呢 它的皮质包覆会是NAPA的包覆 这个其实跟GLC也都一样了 那在小改之后 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MBUX2.0呢 它现在变成是用这个方向盘上面 电容按键来做控制 所以原来有一个触控板 触控板取消了 现在变成一个置物的空间 所以方便性会更提高 那另外呢 在安全系统方面呢 现在的23P也都是标配了 所以全速率的ACC 车道维持等等 这一些东西都是标配 那像GA200的话呢 GA200它是AMG-Line的套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座椅的皮质 它采用的是Article 加上MicroCart 就是这个类脊皮的设定 那调整的功能也非常的多 两张呢都是电动调整 也都有附三组的记忆功能 那副手动的腿托 所以虽然不是一体的跑车座椅 但支撑性 还有质感呢 以它价位来说 应该都算是及格的 好那我们今天试这台GA200呢 它是AMG-Line的套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试板都是 类碳纤维的试板 包含门板上 以及前方 都是 那这一次的小改之后呢 还有多了两个内装的组合 这两个组合呢 分别是代码277的 这红黑双色白色缝线的内装 以及呢代码654的 这个棕色白缝线的内装 这两个是可以多的选择了 但我想大部分的人选的 还是一样都黑内装 就是今天试程车的 这一台的内装 好这是改变的部分 还有其他综合的部分 标配的配备呢 其实也比较齐全了 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23P是标配 也有360度环景 这个也 现在也都是标配 那你当然还有一些选配 可以做选择 这个呢 就会是你个人需要 比如说天窗啊 抬头显示器等等 这个你需要的话 就可以去做选择 但这一次呢 这个BOOMASTER的音响 它一样有杜比的环绕音效 那这音效是要用 华纳音乐 他们跟兵士一起合作开发的 环绕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试程遮上 当然没有 不过上一次我们试驾GL-E上面 也有这样的功能 GL-E的它的瓦数比较大 那这个瓦数比较没那么大 不过这一次我们没试到 但根据上一次的经验的话 应该音效 是会比现在还来得更好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后座空间 后座空间呢 基本上它的设计和小改前是一样的 但是小改后呢 它有后座出风口 这个是标配 不用另外再选 还有后座移动的功能 这个看起来应该也是标配 但搭配移动功能呢 是它可调的 这个后座椅背的角度 这也会是标配 那在后座的质感营造方面 跟前座也没有太大的落差 座椅呢是一样材质 像GA200是这个AMG Line的话 它就article 配上Micro Cut 还有中央扶手 那中央扶手一样非常的宽大 背架的话 左右两个是这个抑压缓出的 这个背架 质感上面也是顾及的 还算蛮不错的 那以空间上面来看的话 GLA它的轴距有超过2米7了 在同行车里面算是很有优势的 那完全是反映在后座空间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前座载有173公分的 标准坐姿之下呢 西部的空间很宽裕 那座椅架高很多 所以脚部的空间也OK 那在椅垫方面 虽然比较短一点 但是前面有做一点点延伸 所以坐在后座基本上 以小型SUV的标准来看的话 是在同行车里面算有优势的 那当然中间的话 因为要有中央船用轴 某些车系是试船的 所以它的隆起有一定的高度 但是它隆起的宽度不大 所以坐在中间的话呢 三名乘客主要是这个小车 横向的空间比较有限 所以三名乘坐乘客的时候 当然会略嫌拥挤一点 但是基本上 中间这位乘客的脚呢 还是有地方可以放的 好我们现在开GLA200上路 那我们今天试驾在200呢 其实和小改之前呢 最大的差别 在导入了48V的 清油电的动力 那清油电的动力呢 可以带来额外14匹的最大马力 采用BSG的电动马达 兼启动马达发电机的功能 那当然起步的时候 会稍微拖一下 所以动力在起步的时候 感觉呢会比较轻盈一点 那过一个数据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GLA200的话呢 它采用排气量1332cc的 直列四缸涡轮增加汽油引擎 那这具引擎呢 它的最大马力呢 可以来到163匹 那现在导入48V清油电之后呢 还会再多额外的14匹的最大马力 但是这个都是额外算的 如果是气氛轮的话 还是163匹 那搭配的是7速的 双离合器的自首排系统 所以这个开车的感觉呢 和一般的自排是不太一样的 好 介绍完这一些 基本的动力规格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引擎呢 导入48V之后呢 开起来和小改之前 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主要的不同 来自于起步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比较轻盈一点 那另外呢 这个怠速熄火的装置呢 在启动引擎启动的时候呢 震动也会比较轻微 这个是最不一样的地方 那至于动力开起来的感觉 来说的话基本上是轻快的 那你要说非常有力也没有啦 但是以200来说的话 基本上应该足复大部分人的需求 完全不会有力量不够的问题 那和竞品比较起来的话 如果跟X1的20i这个动力比较起来的话 当然这个马力稍微再略大一些 而且三缸跟四缸还是不太一样 如果以引擎的运转品质来说的话 GLA四缸的引擎 在运转品上 我觉得还是会略比X1 稍微来得好一点啦 但是差别其实不是那样的大 但是仔细感觉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 那以底盘的反应来说的话 它底盘基本上精致度是够的 所以在市区一般行驶的时候呢 行路性表现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那避震器呢可以有效的滤掉 路面上的震动 那当然这个不比日系车了 会来比较软一点 它还是会把路况呢 很清晰的让驾驶人还有乘客来知道 但基本上整个车开起来是宁静 是舒适的 好 那这个车呢 如果以它的定位 豪华品牌的小型SUV的定位来说的话 这样的定位呢 开起来有没有达到消费者要的需求呢 我觉得基本上是有的 那整个车开起来算是很轻快 也不吵 但是呢唯一有一点 我觉得是大家比较适应的就是 它的这个双离合器的自首牌的变速箱 开起来在起步的时候 还是稍微有一点会顿挫 这个其实是需要习惯的地方 但是速度上来之后 当然换挡非常的快 这种感觉就比较不是那么样的明显 但是如果你没有开过 这种双离合器的变速箱的话呢 这个可能要稍微习惯一下 但是大概同一间对手 也是有一样的状况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要习惯的问题了 好 最后来讲一讲什么样的适合买这个车 做得非常好 所以两者之间我觉得不分宣置 但是我觉得GLA个人觉得说 内装上比较活泼一点 那S1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那在Q3的话 Q3感觉就比较老一点 特性比较不是那样的明显 那以GLA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表现是很均衡的 就算内装的空间 外观 内装 甚至像小改之后的配备 其实都不错 那当然动力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应该符合这个课程使用 如果说你真的有动力上的需求的话 它有AMG35的版本可以做选择 那当然这个价位又会在高上不少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市场了 那总之以这样的整个设定的话 我觉得是还蛮适切的 就产品方面 但它的价格方面呢 我觉得就会稍微高一点 那这个当然就是预算够 那如果你超过200万的话 我觉得影响也不是那样的大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试驾GLA200 一些心得给大家参考 那你对这台车有什么看法 也都欢迎利用底下留言 然后跟我们做双向的沟通 我们就小齐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这冰式的车呢 开小归小 开起来还是冰式的感觉 这个就看起来是蛮尊贵的感觉 然后特别内装 我觉得质感做的是很好 但这个双离合器的自首牌 真的是要稍微适应一下 而大家会开起来就觉得蛮顿的 我觉得这个车最理想的呢 是买EQA 那开起来就完全不会有顿挫的感觉 但续航里程稍微少一点 如果是试驱用途的话呢 EQA应该是还蛮适合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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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